確定就別親吻 感情很容易回了一個人 一個人若不夠狠 愛淡了不離不棄多苍若 你留下來的垃圾 我一天一天總會丟完的 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 永恆在你的身上先發生 你還是要幸福 你千萬不要再招惹別人哭 所有錯誤從我這裡落幕 別跟著我銘心 刻骨你還是要幸福 我才能確定我換得很清楚 決定自己再也不會佔據你的片封明天 開始這一切都結束 假日的下午在這邊 然後剛剛下了一點小雨又停了 看到酒就很容易覺得很想要來一杯 放鬆一下心情 人生本來就什麼都不用太清清楚楚的 我覺得朦朧一點 看事情有彈性一點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有時候想要小酌一杯 就是因為酒精是 讓人家比較放鬆的那種催化劑 所以才會說人生不想要清醒 昨天去大彩虹剛唱完 今天早上才回來 然後彩排舒嬅又立刻衝過來 跟大家見面 可是很開心啊 因為有慶功啊 代表成績很好 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不回應這些沒有必要的揣測 那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那個微博 那上面文字是什麼意思就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你要多加揣測的話 那我也管不著 我以前就本來很少碰到他 因為我工作很忙 我不太可能去他們家 所以都是在公司或是老婆復健的地方 他的婚禮籌備的怎麼樣 應該是很好吧 嗯 因為有專門的人在幫他弄 一定是弄得非常的好 12月3號在台大體育館 然後明天10月10號就會開始售票在全家 希望大家可以去買票 因為我喜歡舞台喜歡唱歌 可是還是喜歡底下有觀眾啦 所以拜託大家要來 公司想說就直接場地稍微大一點 就不用像上次一連開三場這樣 小巨蛋喔 早進過了所以沒有特別的 一個人啊 一個人還還好欸 就是可以去如果有很不錯的節目流程 我當然不排斥一次讓很多人聽到我唱歌 可是現在其實還滿enjoy在這種小場小場的 live show的這種表演 曲目的安排我現在還在想歌單欸 公司一直在催我叫歌單 可是我一直還在醞釀當中 special 我不知道對他們來說special的定義是什麼 但是我挑的歌單我應該覺得 都是我最特別的想要呈現給他們的 我會問問看他 可是我不想給他這個壓力 因為他的身體狀況我希望 就是因為那邊人比較多比較擁擠 所以到時候看狀況而定 你飄黑色年頭在後腳 把太硬的脾氣抽到會不會比較被明瞭 你可以重重把我給拿到 但事實上都別想watch around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 只讓我笑到最後一秒沒止 才發現自己胸口插了一把桃子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讓恨變成太俗氣的事 從眼裡留下謝謝兩別子 儘管叫我風子 不准叫我傻子